我们上次开始做这一份 大概也从第一次的课程介绍 知道我们这边资料试捲画会做到主题 会是玩第三的JavaScript Framework 然后一开始我们大概上次 只有完成了一跟二开始一点点 但是VG这边其实只有画出来 但是其实一些语法还没有讨论 所以我们大概很快的先从上次的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一下第三的渊源跟它的出处 从学校过来的 然后大概发展了十来十几年 十二年左右 然后再来的技术主要还是 因为它是第三点JS 大部分还是用JavaScript 但是你要在画面上好东西出来 那上次有大家讲过 你要在网页中的世界 比较方便去做一些绘 大概最常见就两个图形 一个就是走这个SVG进去 第二个就是走HTN5 因为有一个原件叫做Canvas 这两个大概是最容易在画面上去画图的 那也就是说 所以你看到的大部分在网页上所做的游戏 不论它是用什么Framework去做 它的底层基本上 大概绝大多数走Canvas的最多了 然后再来就是走HTN5 你不用一些游戏的Framework 你想自己直接做游戏 你其实用Canvas来做也OK 也可以在画面上做出一些动态的东西处 基于我们的这个方向 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 任何一个环境可以开网站 就推荐你用 VS Code 那如果你当然自己有其他上手的 本来就习惯在做网页开发的其他工具也OK 我只要你能打开一个环境中 来写JavaScript就好了 好 但是我的示范的环境 会是走VS Code给你看 那VS Code只要跟环境有关 就会跟设定有关 所以我就推荐给你 装的几个套件 从中文的再从 怎么从VS Code方面起一个Local的Server 所以有一个LiveServer的套件 第三个怎么样快速产生HTN样板 所以有个HTN欧VS Code 再来是一些跟画面 空置在自动储存有关 然后我记得我们还补充多装了一个 多装了一个Intellicode 就是这个呢 如果在你撰写的过程中有一些辅助 所以我们多装了一个套件叫Intellicode 好 那讲到这边附近之后 我们好像就开始做了第一个测试 就是我们写了一个HTN的网页 那其实上面没有秀出任何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其中有两行是 ScriptSourceOnPack.com 写线D3 远端的去把D3.js载入进来 那下一行的这个Script呢 代表说在这两个Script的标签中 就是JavaScript语法了 它夹的中间那一块 就已经可以写JavaScript语法了 虽然大部分我们不会这么做 我们会独立成另外一个档案 这样比较好做管理 当然第一个是做实验嘛 所以我们就在这边下个Debugger 让它网页执行到这一行的时候 会中多停滞在那个地方 那停滞在这个地方之后 我们再透过浏览器里面的开发者工具 这边的Console来下一些指令 例如说我们下D3.version 发现可以看得到 目前在执行的记忆体空间中 的确存在D3 然后呢 你也能够对D3做一些操作 那一个基本的概念上是这样 就是在你浏览器开始打开 载入一个网页之后 JavaScript能去控制的东西 其实就已经有两个很大的东西了 一个就是Window物件 就是你在浏览器中开出来的这个视窗 其实它有一些东西可以去做控制 所以你会拥有 在你一开始打开一个网页的时候 你就拥有了一个Window 视窗物件可以做控制 第二个就是你当前所 这个网页本身 是一个Document的物件 所以你也会有这个物件可以去做控制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你就拥有两项东西 那目前加上了D3状态有第三样东西 你有D3的这个工序 可以来帮助画面上做一些呈现 以及D3的管很宽 就是它除了视觉化的东西之外 因为它跟资料处理有关 所以它也把一些资料前处理的一些东西 也都写在这里面去了 好 待会陆陆续续续续续续玩一下 D3里面到底有哪些功能 好 那你确定的确你拥有D3之后呢 你在那边打了D3 其实会倒出一大堆 的东西 这一堆就是 D3的各个方法跟属性 都因为你载入了D3进来之后 你就拥有了这一大堆的东西 可以来玩了 好 所以你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 我们可以再把那个网络 没意外的话 你上次应该是做了两个 做了两个专案 就是 第一个我不知道 是用什么名字 例如说 我好像是用HelloD3吧 那也跟讲义一样的这一段 是不是只有 载入了 onpeg.com 斜线第3跟第8个 上次的第一个 好 那你就一样是 把它 go live run起来 上次的 第一次的实验的那一个 然后稍微固置一下你的画面 就是 就是一半是三分 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放 浏览器 然后 差不多像 这样的规划 然后把你的更多工具 发人员工具打开 差不多会不到这样 那第一次如果是这样 就再按一下重新整理 好 那我上次做的第一个实验 确定它有一直在转 它被卡住了 被卡在这一行 第13行这个 第8个这边 那卡住之后呢 你在你的 工具这边去找到 concel 这个地方来做实验 所以第一个实验 我们是打了 D3 你打D3 应该其实已经看到灰灰的 你已经看到它有 出一些东西出来 就是它下面其实已经有 预览的结果 在你还没有按下 enter之前 那你按下 你找到D3.version 版本的这个 打进去之后 目前我这边 远端low进来的版本 是7.8.2这样子 那讲一项 它告诉你说 你直接打D3 按下enter 我们就看到一大堆 这个就是D3模组 里面的各项东西 那你看到了D3 其实它倒出来的 这一大堆东西 当然里面就会很多 是我们上 一些啦 我们上课会提到 但其实它的功能 实在太多了 所以我们上课 其实可能也只用了 它的 一部分的一些功能 在这里面 好 那我刚才有跟你说到说 放大一点 有跟你说到说 你可以试看看有什么东西 有没有window物件的存在 window window物件 是不是 没有打开一个视窗 所以呢 你的画面中会有window物件 你会看到window物件 底下这些东西 你目前打开这个视窗有个window物件 你目前打开这份文件也有一个document物件 虽然里面是空的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写 没有在画面上写什么东西 你就只有看到 你看得到这个 对 document物件里面其实就是你现在正在写的这一份 index.html 所以这两个东西会在你过程中 我们主要是打图门 我们主要会操作打图门里面的一些东西 在接下来的过程里面 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的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其实最主要是要让你确定说 d3你是可以远端有顺利的载入进来 那以后续你才能够继续来做 来使用它这样子 好 那我们上次确定了我们的环境之后的下一段 下一段 其实一开始没有用阿弗兰 对 一开始在下面的这一段 下面这一段我们先讲了说 只要试据画里面大概会有分成几个类似 我们在其中之前其实不会牵扯到 第四跟第五 其中之前其实我们光是 但是花在一二三其实就花了很多的时间 我就要把这些资料纳进来怎么做处理 然后怎么去把资料加进来 待会就会加进来 然后怎么去画出这些图 其实就花很多时间了 那四根我大概到其中之后才会碰到它 好 那在D3正式上涨之前呢 我们还是要先了解一个东西叫做SBG SBG 像我们上次所提到的 有两个 常见在画面上绘图的 笔记上有什么写 有这边的SBG或是HNL5里面的Canvas 那这边就推荐你 要怎么去量 所以我们找一些参考的资源 这个网站蛮古老的 就是从我很久以前开始 脑业就一直存在到现在还活着 那它但它还不错 就是它持续也在更新 好 那我先找到那个 一个是 然后我把 一样把这个网站 贴到笔记里面去 这个网站 那你点这个网址进来啊 看一下 这网址会连到刚刚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我觉得还蛮适合做 语法查询跟一些小sample 看看知道了解这些语法的方向 那这个网站虽然不是官方的 虽然不是W3C官方组织所做的 但我觉得它整理也算蛮清楚的 那我刚才点的这个reference 是在它的 它上面有几个分类 那第二大块这个reference这边 就这块蛮适合查资料的 所以你可能比较会用到的地方 我刚点的是这个 HTNL SVG的reference 这个 那当然你对其他的有兴趣 也可以来这个网站逛一逛 就它后来管得很宽 就是有 Python Java 有的没的 它都放到 这个网站里面去了 所以 SEQL都有 所以你如果 刚好正在看其他语言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里逛一逛 那我们要看 目前要看的是这个 HTNL SVG的reference 好 所以 这边的这个reference 其实就比较像是字典 就是你 不太需要一行一行这样子去看 但是等到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 你可以打开来看一下 好 所以你就先 这个网页就先开着 好 这个网页开着之后呢 那再请你回到VSCode 然后呢去找到你上次的第二个做的东西 上次你就做了两条线的那个 然后呢 打开 把它run起来 里面应该也是目前只有一支档案 就是index.htnl 然后呢 把它go live run起来 run起来 里面应该就是只有两条线这样子 恢复到上次的这个状态 好 那你恢复到这个状态之后呢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呢 同时 你刚刚不是有开一个网页 就是svgreference那一个 好 所以我们就来查一下 我们目前正在做的这些事情 那第一个 svg的tag 看 同时开着这个 然后我们就在这个网页上搜寻svg 好像一堆 它是照A到Z的是不是 有有有这边论 刚刚不是开了一个网页 就是svgreference这个 那它其实就是一堆标签的清单这样子 它是A到Z排序的 所以你往下找 你不能搜寻svg 因为这全部都叫svg 我刚刚是想要找到这个tag的说明 这个tag 好 这个tag 说明这边 它就是中间这边应该是定义 右边可能有解释一些用法 所以它就告诉你说 下了svg的这个标签之后 它可以在你的网页中去开了一块 svg的document 我们的fragment 怎么讲 一块一段 就是那一块就是属于svg用的 它需要什么呢 它需要的东西 它这边可以下的参数 其实好像比我们下的多 但是主要一定要有的拿几个 所以你要有下了 我下了svg宽 有位置 跟宽度跟高度 所以你大概会知道的理解 就是它现在要在你的网页中 找到一个地方 开了一块 一块挖一块地出来 这块地就是你可以用svg底下语法 开始去对它做控制 所以你就从这边点进 从这边看到这个语法之后 再对照的回来 你刚进 目前我们是不是只有给了宽跟高 只有给了宽跟高 但它这边告诉你说什么 svg其实也可以下 就是离 离左上角的这个点 相对的sy的位置 然后去开除这块svg 这块画布的所在的位置 如果你不给它的话 它的预设只是0 那也就是说目前我们的整个svg 应该是从左上角这边出发的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 可以去验证这件事情 那还是要来开发工具 所以你再点回来这边 开发工具 所以你在浏览器中点 那三条 然后呢 更多工具 开发人员工具 开发人员工具把它打开 开发人员工具里面呢 我们最常会用到的两个功能 两个功能 一个是console 这边有一个console 是我们最常用的 应该就是它了 那console的前面有一个element 那我目前的讲解是基于 你用的浏览器应该是chrome 或是chrome引擎相关 例如说edge也是chrome引擎相关的 但如果你是用safari或findfast的话 你可能要找一下 找一下对应的功能 那你点elements之后呢 elements这边可以看得到 其实就是你的网页 你的网页这边的各个元件 但它有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你移动到哪里的时候 它会对应的 让你看到它在什么地方 比方来说svg这一块 我们现在其实还没有对svg 做什么颜色上的控制 我们只有给它500x300 但你移动到svg的这一块 你就知道原来svg的 是从左上角那个点开始 就是目前有变色的这一块 原来就是svg 那我们再稍微把画面 这样有没有更确定 就是从左上角这边开始 500宽 然后高300 就是目前有亮颜色的 它还蛮可爱的 还有弄一个对话泡泡 在那边写svg500x300 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 你们有看到 对这边 还有一个 这边有一个 我不能移走 对对话泡泡那边 最上面有个对话泡泡 那块就是svg500x300 所以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element来了解 有些时候你在画面上的元件 可能还没有打字 或是还没有改变它的颜色 例如说DIV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方式来观察画面上的这个元件 好 那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就是 这个svg就是在网页上能够开出一块画布 来开始让我写 那个svg相关的这些语法进来了 好 所以第一个我就先从这个地方 这个再拉回去 稍微先放这样 再回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是svg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呢 我们开始在画面上画了 我们在画面上画了一条线 line 这条线 对不对 一条线 那线后面可以下的参数 所带的意义是哪些呢 好 所以 一个当然是你可以从 它这个网站的设计是这样 一个叫reference 就是你可以从这个是reference 有点像是字典 那常用的功能它有做成tutorial 所以你看旁边 这边有一区的tutorial 像线当然就是很常用到的 所以你也可以点这个svgline的这个来看一下 好 我把这个网页也先沉起来 我把这个网页也先沉起来 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网页它是什么 它说你要在这个世界里面画一条线 怎么画呢 下面就告诉你说 你可以写 所谓的一条线 就是两个点连在一起 然后变成一条线 两点变成一条线 那你需要有两个坐标点 所以有x1 y1 x2 所以以它的这个例子来讲 它就是从00的这个点画到200x200 然后后面有个style 原来可以这样直接下这个语法 对不对 struck 帽号RGB 可以控制它的颜色 然后struck with 帽号2 所以这边其实就是在写什么 是不是 css 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方法 就可以去改变这条线的颜色 粗细 就可以直接来做这些控制 上次很不错 就是有些同学有留下研究 就是说 他想要换换颜色 或是换换粗细怎么弄 好 所以你都可以在 就是一边上课 就是没有切大家画面 就是你就是一边看看reference 一边联想看看 就是 比如说目前已经跟上进度了 那你就可以试着去做一些修改 这都是 好的学习 就是你自己可以继续延伸 好 那稍微我们知道 它就是用这两个点来做连线的 那我们再回到我们的例子 所以我们的例子代表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在画面上找到了一个点 所以这个点 所在的这个点 就是画面上的100层100的位置 然后呢 再来是 它的它的做法都是从左上角 你看到电脑的东西 大部分都是坐标系 都是从左上角 但是不是绝对 就是少数比较跟数学有关的软体 它可能还是follow 从左下角当做原点 但是大部分电脑类的东西 当然是左上角 就是这个点 这个点当原点 往右 x增加 往下 是y是增加的 好 所以这个点 目前的这边的这个点呢 就是 这个s1y1 就是从这边出发 然后呢 再画到s2 273.5 y2为100 所以它们的高度是相同的 所以你就画 这条水平的线过来 然后呢 strog这边写了black 黑的 然后呢 所以这条线就在这一行 后就出现 然后就对应到了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行 好 那再往下的这边 比如说你随便 比如说你刚才这个s1y1 你随便动动 它应该就会看到 看到一些效果会变化 例如说我随便把s1换成0 那它就 线就从最左边那边开始化 那你再按CtrlZ让它恢复 就你可以做一些实验 那你觉得好像玩坏掉了 你再恢复上一步 我试试看看 那下面的这个呢 Circle它下了三个参数 所以那Circle 你就是回到那一份 那个Ref 这边看一下 它这边其实Tutorial就有Circle了 所以你可以再把Circle这边点开看 点开之后的 它这个网页 对下面有一点解释 它就告诉你说 一样先找到一个点 所以xy是一个点 接着呢 透过Rradius来控制这个圆的大小 然后它有支援的语法 有什么Stroke 是单纯的画出来的那个 画这个颜色 外圈的这个颜色 然后呢宽度也可以控制 涂色 如果你想它是实心的涂色 你也可以涂看看 好 所以你就可以照样画普通的来这边 偷学一下它的这句语法了 我把它收小一点 好 所以第一个 你可以改什么 就是说你想让它大颗一点 你就随便改一下这个数字 我发现它这个数字是有 会影响到它的这个粗性 好 这颗颜色的大小 好 接着呢 你也可以学它一样 它说有什么可以改的 Stroke Stroke with split 然后把后面的先复制过来 这颗颜色的大小 有吗 但是因为太小颗 所以好像 是Stroke 这样应该就有看到那个效果 我们再换 比如说Fill 换成Yellow 变色 然后呢 Stroke with 这边 我想要细一点 所以你就是稍微知道它这个SVG是怎么玩的 OK 好 那你知道这个语法之后再回到我们最基本款 就是基本上我们目前只是想要有 会有一个小圆圆在那边 所以我们是做了前面这几个动作而已 我就是只有做CXCY跟这样吗 对 一开始我们只有做 只有做这样子而已 OK 那你当然自己有想要换换它的样式是OK的 好 那再往下的这边呢 文字 所以它看起来文字这边我们目前控制的不多 我们只有让它 就是在某一个位置 XY 从某个位置出发 然后呢写了一段字出来 这样子 好 那下面这边也是相同的 女生这一块也是相同的嘛 对 好 那你大概上次这样你稍微知道目前的几个概念 第一个 我们会需要在画面上有一个SVG 接着我们接下来所有图表一定是塞在这个SVG里面 比较方便去做在网页中 图表的控制 这是第一个概念嘛 第二个概念呢 大概 大概 SVG里面应该是可以画图的 所以画线、画园、塞文字进去 然后之后再画其他的形状 应该是可以达成的 在这个SVG这一块世界面 好 那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呢 那D3跑去哪里了 所以我们在那里 就继续往下 SVG这边还没有讲完 所以我们要再从这个例子继续往下改 你目前在画面上画了这两条线 那实际的资料 那实际的资料 以目前我们处理的资料来说 其实只有两笔资料 就是我们 企图想要把台湾男生平均升高173.5的这个数字 用图像画表达出来 跟台湾女生平均升高161.5这个数字 在画面上表达出来 就是这两个数字而已 可是我们写的很别扭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不希望这个图太靠边边 所以我们是从S1、Y1出发了 然后这个S2是一个很别扭的数字 因为它是273.5 它为什么是273.5 我纯粹只是因为旁边要留100 所以我们把100加上173.5 才会出来这个273.5的数字 那女生的这边的这个261.5 也是一个很别扭的数字 也是因为我们前面 不想太靠最左边边边 所以留了100 所以100加161.5才是 161.5 好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导致你在监管理上 应该是很麻烦的 可不可以让表达的语法跟资料是同步的 是相同的呢 好 那我们就先试着来改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 那我们就顺着两例做 他就说呢 那我们现在 不可以从零开始呢 所以我们希望这个东西是173.5 所以173.5我们变这样 所以就把它全部都也回到 这些都是变成零 都变成零 173.5 所以这个位置 那颗圆的位置也是173.5 然后它的Y也会是0 然后呢 这个也是从最上面出发 然后呢 也不用多 但是有稍微 拉过来一点点 好 那女生这边也是一样 我们希望他呢 没有要改什么东西的时候就 不会 所以这个就有点 还是有点跟画面有关啦 所以我们稍微 往下拉了100 但是呢 X2我希望它是161.5 然后呢 Y2 100 然后这个也是一样 变成100 然后这个是161.5 那X也是从原点出发 但是呢 迁就上面多一条线 所以稍微往下 120 这样子 好 现在这个20 也是因为迁就 上面有一条线 所以稍微往下一点 好 那目前这个状况 应该是理想的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 让X2跟这个CX 还有这边的 女生这个X2跟CX 都是真的依据 原本的资料的数字 就是173.5跟161.5的搭配 好 可是它有点 因为它是粘在最左上角的 所以上面这条线 圆也剩半颗了 然后也很 贴近在左上角的那位置 那可是 如果你想要 像上面 像我们刚才前面所做的 又硬去把这个东西 加上100 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要的 好 所以这个时候SVG 有没有其他 可以来 帮助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呢 好 所以我们就来往下看 好 假设你的SVG 当然有几个手法 一个是我们刚才在SVG这边看到 它其实可以整块SVG往左 往右下角移动一些 那第二个呢 就是在SVG里面 它有一个法叫做 群组之后呢 可以Transform 可以变化 那这个Transform的时候呢 它可以去做到这个移动的效果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试看看 把男生女生这两条线跟圆跟文字 都group起来 有点像是 有点像是SVG世界中的DIV这样 去把它group起来 所以有个TreeTag 然后呢 再透过Transform 让它往右跟往下 各移动100 往右跟往下移动100 好 我们来试试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 好 所以你就在SVG底下 再加上一个G 接着呢 先把这两条线跟圆圈跟文字 全部都剪下来 剪下来之后呢 塞到这个G这里面去 塞进去 现在还没看到什么变化 对不对 现在还是相同的 好 那这时候的它的关键的影响 是G后面的这个Transform Transform 然后呢 下什么 你把Translate 有 OK 所以这时候你对照的Element 我们这边再来观察一下好了 所以你的SVG SVG还是这整个 SVG还是这 SVG还是这 SVG还是 SVG SVG 它还是从左上角的这个圆点出来的 目前它所亮出来的颜色 看起来SVG的位置其实是没有变化的 那它靠的是下面的这个G 的这一块 所以G的这个Transform之后 100 100之后 它所移动到的位置 就变到 等于是从这个点这边呢 从这边出发了 好 所以你就可以同时维持 同时在管理两件事情 一个就是 跟画面本身的呈现有关 另外又希望 这个画面里面的这些资料 可以跟 画面里面的这个注标 可以跟资料本身是贴齐的 就不用去动到这个东西 这样子 好 这个其实就是 也算是这门课的一个 大方向 就是你会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很多杂事 这个杂事里面就包含到两种 一种就是画面的呈现 第二种就是 资料本身 就是资料的处理跟画面的处理 就是这门课里面最主要 大概都在做这些事情 它很耗时被攻的 但是就慢慢的顺便了解这些语法 好 好 那这么 不错了吗 好像还OK 可是 好像还有一些东西 还有一些东西是有点迁就 比方来说 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的详细 就没有讲义 所以这个详细 我们是从 这个group 这个group里面呢 我们是从 translate 之后 100 100的这个位置 来去画 那我们干脆男生跟女生就不要同一组算 分成两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你的 y1跟 y 这边就会跟男生这边是一样的 好 就完全是两个相 就完全是两个相同的条件 就差别只有在 H2 就是资料本身 这边会有差异性 好 那我们就让它分组 分组 所以再来一组 再来一组 然后 也要有一个transform 然后 下面这一组 这一组是 100 200 y有多加100 然后把女生的这条线 线跟圆圈跟文字 抓到下面的 一组里面来 这一组 然后 这时候会有点怪怪的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数字就改的可以跟男生的 是相同的 这个是0 这个也是0 还有什么 线 面表在下一组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去观察 把男生跟女生这两组 就是你透过拳子缝 让它个别在一个空间 个别在一个一块位置 所以你看到第一组的G在这里 第二组的G在这边 第一组的G在这里 第二组的G在这里 那这两组呢 他们的S1 Y1 Y2 然后呢 那个圆圈的Y跟 radius 可以让它相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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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这个X跟Y也都是相同的 文字往下移20 相同的 所以这两组等于唯一的差别 只在于 升高 只在于升高的这个数字了 好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做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 你在做 资料的处理 或是画面的呈现的时候 当然我们都想要找到一个东西 就是规律性 为什么东西要尽量有规律性 因为有规律性的东西 比较容易自动化 就是当你的资料 从两笔变到两百笔变到两千笔的时候 你如果有找到那个规律性的时候 它就比较容易写出一个规则之后 大量把资料灌进去 然后把这些东西产生出来 那现在是因为只有两条线 所以我们可以很手动的去做这些调整 但是当我们调整完 最期望的就是 这东西每一块 它是有个规律性的 那之后你就可以大量的去制造它出来 用一个规则 处理很多的资料 大概也贯串的这个课程中 你会一直用到它 好 那当我们想要大量的规则化的去做 这个事情的时候 又遇到一个问题了 比如说你现在在写的东西是HTNL HTNL很静态 它就是写出来什么 就出现在网页上 网页就run了这个HTNL的code 然后就跑出来这个结果 可是它本身 以HTNL的特性而言 你能够控制的东西写到目前为止 你能够控制的东西有哪些 我要用哪一个标签 哪一个标签底下有哪些属性 这个属性我可以给它什么值 没了 就这样 就是标签属性跟属性值没了 就几乎没有办法做任何的动态的逻辑 当你想要做跟逻辑有关的事情 就还是必须要写到真正的程式 至少是Screen等级的东西 才有办法去做一些比较动态的产生东西出来 所以在下一段是不是就要开始让D3再回来了 这边下一段 在下一段我们就要开始把这所有的code 想要把它移动到JavaScript里面去做控制 来去产生它 那我们就跟着下面这一段开始来改 好 第一个是 这一段我会建议你还是先留着 我觉得你待会可能要对照参考来做使用 但是我们现在想要把这些code 变成用JavaScript来产生 所以你先把它注解掉 Ctrl 线把它注解掉 那在VS Code中它很聪明的 它知道你在HTNL中 所以它会用HTNL的语法来帮你做注解 所以你就不需要去背每个语言的注解的方式 好 应该是 那如果你想要再恢复呢 再按一次 再按一次它会恢复 对 然后再按一下Ctrl 斜线 如果是Ctrl 斜线 把它注解 好 那注解掉之后画面就空无一物了 就没有东西了嘛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我们现在要请你在JavaScript中 做一样的事情 那怎么把这一段东西写到JavaScript去 那为什么没事要从这边搬到JavaScript 因为JavaScript是程式嘛 所以你可以做很多动态的事情去做控制它 好 那接着呢 目前我们在写就是这一页 就开始先把3叫回来这样子 然后可以也多增加一支档案叫做man.js 所以呢 目前在你的这个档案 只要假中只有一支档案 index.html 所以我们应该要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先做什么比较好 先去增加一个档案 对 新增档案这个 先去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叫做man.js 先把这个新增出来 虽然里面是空的没关系 就是这个 这个是新增档案 这个是新增资料夹 这个是新增档案 或是右键也可以 右键OK的 好 man.js 先新增出来有什么好处 就是你待会有机会用选的 那我再回到index.html 好 所以我们在斜线body前面呢 这边加两行东西 一行是 两行都是secrete 第一行的source来源 这个src是缩写source 来源 来源呢 我们是去远端onpeg.com 斜线D3 远端利用这个网站 去帮我们把D3拉进来 让我们有D3 可以来做使用 那这个东西 目前D3在H经统 这个东西是有顺序性的 好 我们先载入D3 下一个secrete 然后source 再去载入我们 现在正要去编写的 这一支man.js 这支档案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应该就可以 用选的 选到刚才那边 它有出现 man.js 这样子 就是你的HTML中 应该变成像现在这样子 就是原本的内容都被触解掉了 所以就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想留着参考 第二个 你有在专案资料夹中 增加一支man.js 第三个呢 你有在HTML中 最斜线body前面增加了两行script 一行载入D3 一行载入man.js 去把它带进来 那你这两个东西带进来之后呢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开始编写man.js 所以你要怎么做比较好 最好是可以上下都看得到 所以你可以利用一下这个功能 在VSCode中的检释 编辑器版面配置 这边有很多的选项 那我现在是两列 就是我想要上面一块像一块 就两列 那我选了两列之后呢 下面就有个空间嘛 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把man.js 拉到这里来 为什么我要做这件事 因为我想要同时看着 刚才注解掉这个东西 来写man.js里面的内容 那当我布置好之后 我就要开始来写下一页 第十八页的这一段 第十八页这边这一段内容 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写什么 好 现在就先说了 我们先定了一个常数const 做了一个常数的名称叫 svg 然后呢 它直接去用了第三点 什么 select 找到 画面上的body 然后呢 在这个画面上的body中去append 添加一个svg 并且设定这个svg的属性 官度是500 再设定的高度是300 这样是一行乘数区 那讲义上因为爱于版面 所以你会看到我是这样做的 就是我有稍微把它变成这样 在javascript中是ok的 不是每个圆都可以这样 javascript这边不太就是比较随性 所以你这样转行是不会这样 好 那目前 我们画面上有没有svg 因为svg目前这块里面 你还没有在里面画什么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它好像不存在 在你打完这段code的时候 你觉得它好像不存在 但是 请你一样就是看着 开发工具的element这一项 开发工具里面的element那一项 然后你去浏览一下element 你会发现到 跟你有一大段注解还是在 先不管它 然后你有载入两个script之后 这里有 就已经有svg了 svg已经在你的 上面中 只是你现在里面没有东西 所以你会觉得好像看不到它 但是其实它已经出现了 所以有看到这个画面 代表你已经成功了第一步 你已经顺利的从 html的世界中 放入一个svg的原件 变到从java square中 利用d3 来塞入了一个svg到画面中了 你已经往前走一步了 变成在d3里面控制了 好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像刚才所说的 很真是静态 你这写完都不太能 所以它做什么事情 那java square是一个 非常宽广的世界 就是你接下来就可以写程式 可以写逻辑 写回圈 可以写各种重复的东西 都可以写在java square中 所以你尽可能要想办法 把东西移动到java square这边过来 好 那你移动过来之后 其实马上就遇到问题了 就是其实我们第一行开始 就是写了d3了 好 第一行就写了d3了 所以呢 又一样的 这时候就要 就是你通常写扣 为什么写扣 最好萤幕最好多一点 或是萤幕大一点 就是你同时要开发环境 你要有看的东西 看的地方 还要看它的console 我还要同时看reference 所以最好有 就是像我自己的习 就是同时在做的时候 最好有两个萤幕到三个萤幕 是最好的 或是买那种很宽的萤幕 那你要做的事情 就是同时去找到d3文件 来做参考 好 那我就带你来看一下 d3.js 好 然后呢 documentation 好 第3是史丹果大学弄的 所以这弄得很序 它直接放在github上面 那你最需要的它的地方就是 一样是reference api reference这一块 我把这一页的网址 这个网址呢 你会在这学习里面很常需要来这里 这个网址 点击它之后 我们会到这一页 d3.js API reference这一页里面 这边有一大堆的东西 好 那我们要怎么找到 刚才那个语法呢 刚才那个语法的关键 select有没有 好 所以在这一页搜寻看看 sel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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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下 d3.js select 哪一个词 然后这个点 这块 d3.js 底下 好 那我再往下 在这边 看一下 d3.js 我们刚刚用的是这个 那我再把这个 也先复制到笔记里面 就是我尽量都把这些 留下来 你就可以再 顺着的网址下进去 d3.js select 好 我们再回 我们现在在做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这样 我再讲一次 从 第一个 我们顺利的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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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ml code 从 这边搬动到了 JavaScript来做 那我们也从 从那个开发工具的 Elements 这边证实了 svg目前确实存 就已经存在在你的网页中 的确有svg 虽然没有东西 这是第一步骤 我们确实成功从 html移动到 JavaScript 再来 开始的第一行就是写了 D3 所以我不知道D3的语法 到底是什么 所以呢 笔记 里面的 一个 D3的reference 这个网页 请要点下去 D3的reference 这个网页 D3的reference 点进去这个网页 是一个GitHub API reference 就是非常的工程师导向 所以他直接把文件呢 就是塞在 GitHub 的Markdown 他直接用Markdown 写在这个地方 写了一整份文件 直接塞在GitHub里面 也没有做成别的什么网页 就直接写在 写在这边 那写在这边之后呢 这一堆东西 当然就是我们课程过程中 会引用到里面很多的语法 那我现在是不是用了 第一行是D3.select 就开始在这一页里面 去搜寻select 这个字 但其实select呢 这字太通用了 所以其实很容易 会遇到很多个 很多个其实都有讲到select 但我们主要用到的是 目前在 是 这一块 selection相关的语法 像他在这边 你说selection相关的 D3的语法指的意思是什么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今天想要在画面上做什么事情 那我总要先找到网页的语法 这个地方吧 我要先找到那个地方 所以呢 比方来说我们现在在用的是这个 D3.select 他就告诉你说 D3.select就是呢 从 Document里面找到一个原件 有点像是指到一个地方去 再从这个地方出发开来做 好 那Document这个字我当然有提过了 你在网页打开的时候 就有一个window物件 你写了一个网页 你写了一个网页 你就有Document物件 所以 此Document 这个Document 指的就是 你现在的那个 index.html 你现在的那个 index.html 那select an element 找到一个原件 在HTML的世界中呢 都是以 原件为单位的 所谓的一个原件 就是 开始标签到内容 到解除标签 这样称之为一个原件 好 那你再回头去看 你刚才那个网页 你刚才这个网页里面 他说他要select谁 他selectbody body body在哪 那你稍微缩合一下 整份HTML呢 的结构上是这样 第一行是做宣告 宣告 之后呢 所有的东西都在under 在HTML原件底下 好 再展开 里面分成两个部分 里面分成两个原件 一个叫做head 一个叫做body 通常相关的设定 会放在head这边 那body呢 就是呈现在画面上的地方 就是body了 好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边的第一行 第三点selectbody 找到body 他就对到这里了 他就对到这个body 里面去了 第三点selectbody 他说找到一个对象 找到body 好 他找到他之后呢 append 所以他是在这个body 里面去append 新增了一个svg元件 好 所以如果你要再往下看的话 当然就是你要去找到append 就再回到你刚才的 这三的这个reference 然后呢 这次你要搜寻的关键字就是append append 有没有这边select 之后呢再去点append的话 就是企图这个地方在create 增加一个并且选择了这个圆件 所以他是这个append 算是一个复合式的动作 他又新增了 等于是添加进来的 然后呢又选择了这个圆件 就是对着这个圆件 去做后面要 事情 好 所以你找到 你再回到这边来看 你现在等于是在画面上 你找到body 你找到这整份网页的body了 你又对着他增加了svg 你增加完了svg之后 后面又可以继续顺着这个svg 再去做设定了 为什么可以这样 因为他刚才告诉你说 append这个语法呢 同时已经完成了 新增这个原件svg 添加到body 第三个选择了这个svg原件 所以对着这个svg原件 再去设定它的宽500乘300 所以就整个就移动进去了 所以这个svg 目前在加速中的这个svg常数 等于已经对应到了 画面上的这个svg了 OK 好 就完成了 第一个动作 就是你在最外层的这个svg 500乘300 这边也做了这件事情 OK 好 那再往前充 好 那我们再跟着讲义再往前走 你的下一步动作 应该是要继续画线了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先画了 首先你要先做 你现在就顺着上面那个流程做嘛 所以你先弄出一个 这个g跟transform的这个东西 好 所以它怎么做 它是不是const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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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刚才上面这个svg 就是这个 这个已经对到画面上去了 对着它继续append 去增加这个group 然后再点atribute 好 所以这时候atribute里面放的是什么 它有一个transform 然后呢 后面是translate 100 100 好 我们从画面上的那个element去点来看 500x300 里面有一个group g 那么它是点到100x100那个点 就稍微往右往下来点 好 那它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 一样再顺顺着它去往下去append 增加一条线 对着这条线呢 去设定s1 s2 173.5 那 那 再 点 style 是chalk black 好 线出现 好 那我们在HTNL写的时候呢 写的比较完整 就一条线是要四个点嘛 s1 y1 s2 y2 那现在在告诉你一件事情 就是说 这个s1 s2 y1 y2 有预设值 它的预设值是0 那也就是说如果是0 可以不用写 比方来讲 你看这边 其实s1 y1 跟y2 可以不用写 因为预设值是0 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现在的这句话里面的s1 这个0 是可以省略的 可以这样写 结果相同 但如果你觉得它很奇怪的话 你就还是可以把它加进去 线的 那个参数 s1 y1 s2 y2 预设值是0 所以呢 你不写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为了程式码的可读性比较好的话 你还是可以把它都写上去 就是你还是可以去设定s1为0 y1为0 跟y2为0是ok的 那现在加了这条线之后呢 还可以再加什么 是不是它有一个那个 小圆圈嘛 小圆圈嘛 小圆圈就再把它append进去 小圆圈 是 circle.attribute circlex 是 173.5 然后 刚才有知道吗 就是 看看这个cy是不是也可以省略掉 radius 3 结尾 可以吗 对不对 所以你不写的那个它是0 所以我cx173.5我有打 cy是0我就懒得打 我就是跳舞堂 cy是0 看起来它有预设值嘛 所以有画 画的出来就是有 你有看到它有顺利画出来 好 好 那文字是不是也可以在Josget中添加呢 应该要可以吗 append s 是不是也有预设值是0 试试看看 找到这些y 20 s 好 taste这一段如果懒得打的话 可以 复制html 这边 有吗 有出现了 好 所以你等于是把 原本在其中有做的事情全部都移动到 好 那个 Josget 好 好 那 最后的一件 去把 女生那条线也照样画布 写在下面 好 就继续写 就是 应该是跟这 三区 这一二三 这几句一样 你就复制这几句来修改 好 把女生那条线加上去 刚开始我们就是先动作会比较慢一点 一点食物 好 你今天的进度 抓在这边好了 就是你把女生那条线加进去就好了 好 但是呢 今天其实开了一个很大的门 就是你有 很多 参考资讯 对不对 你有SVG的reference 那看不完 SVG Metorial 在W3 Schools里面 第二个呢 你知道D3的参考文件 D3弄了一个Ghub 里面 API documentation 那个也是看不完的 但是 通常你也不用一行一行去看 而是 遇到什么 回去查预防 所以比方来说 你可以顺着今天所看到的东西 去D3里面 插插Select 插插Append 顺着今天遇到的SVG语法 去看看SVG的Tutorial 跟SVG的Reference 就是有用到的看一看 那当然你有兴趣在画面上添加别的形状 例如说你想要在 想要用SVG画一个多边形 所以你就去那个SVG的Reference那边找看看 多边形是怎么被画出来的 或者大家可以画一些什么 有的没的奇怪的曲线 那曲线是怎么 要哪几个参数可以定得出来 当然你可以顺着SVG的那一份Tutorial 跟Reference 往拿走 那另外一个D3的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当然就是 之后我们最长存取的网址 就是我们遇到什么语法 我们就会在 他们所见的这个DHUB上面 插插官方的文件 看看他所说 这个语法是怎么用 有哪些参数可以下 他说 代表的意思是什么 但因为他是放在Github上 所以 搜寻稍微的麻烦一点 但还OK 就是搜寻关键字 然后 有重复的稍微过滤一下 找到对应的那一段 然后如果他有Sample Code 就是对应的参考一下 所以你今天的进度等于是 开始用了SVG 开始用了一点点的D3 开始知道D3怎么去利用SVG 在画面上绘图出来 那下一课我们就是要从 而且我们等于只有两笔资料 有点无聊 只有两笔资料 下一课开始就是我们要去 拉资料进来 拉资料进来之后 才可以继续画比较复杂的图案出现 好 那我大概 你现在要做的练习就是呢 把女生那条线 刷出来就OK了 就照样化胡胡鞋 这个第五行到第九行 然后把一些数字 所以你最好像我一样这样对照的看 你就可以看看这些数字 这边这些数字 然后修改一下 那女生那条线应该就可以 送出来了 OK